大家好,老师好,我今天讲的是三只小猪 朝前朝前时候有一个三只小猪 他妈妈叫他们说要自己盖房子 然后祖达哥想说我要盖什么房子呢 祖达哥说我要盖一个草屋 那个,那个,那个,他就,这么快就盖完草 然后就三只小猪说过来,然后呢 那个,那个,那个,猪小弟跟猪二跟他们说 那个房子往上会打,风吹走 好,猪大哥叫他赶走,然后呢 猪二,猪,猪二,换自二哥说 那个,大,那个草屋会电台,风吹走 嗯,我想想看我盖什么房子 好,说,我要盖一个木屋好了 木屋这么快就盖完了 好,猪小弟呢,想说我要盖一个,好,叫 就他们两个,猪小弟说 过来,然后呢 那个,猪大哥跟猪小弟说 你的房子好漂亮哦 然后呢 那个,那个,那个 猪小弟就开始 盖那个,兼顾的房子说 我盖什么房子呢 我盖到,我盖很紧的这个,那个专屋 然后呢,那个,肯定盖到晚上呢 然后晚上就盖 然后那个,晚上会有一个大洋人就说 啊嗚 然后呢,那个,三只小豬他们都躲到他们的家里面 好,好,大,大洋人就跑出,猪大哥说 開門啦 然後呢 猪大哥說 不行不行開 然後呢 大洋王用 呼 吹倒了 然後那個 猪大哥就跑去猪二哥的家 說 猪二哥快點開門啦 然後呢 猪 猪二哥說 不行不能不能開 然後呢 大洋王用 用 撞倒了 好 那個 猪二哥跟猪大哥 他們就跑去猪小弟的家 好 然後猪小弟說 我建一個房子很 超級強的 然後呢 那個猪小弟 用重的 跟 在吹著 都吹不到 然後走 隔天早上呢 好 大洋王就說 我要從樓梯爬上天窗裡面 然後那個猪小弟 好 那個三隻小弟 他們就聽到 上面有沒有大雨了 他就 那個猪小弟就在 那個木子裡面點火 然後呢 火就燒起來了 然後大洋王就跑進去 說 啊 我的屁屁給燒走了 以後 就不敢來了 好 早上 那麼 他們可以繼續 一個人 蓋 那個蘋果 然後呢 噴一個 那個 大洋王說 我找你了 啊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中小弟就噴一個蘋果 在下 在那個地板裡面 然後呢 那個 大洋王就做一隻那個 那個 蘋果子 然後呢 那個大洋王就從那個 身上 滾下去了 好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講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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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